羊肉来了 再过两天就是冬至来 今天的第一碗羊肉汤 我们都吃了没的 今天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羊肉合计 汪汪羊肉 江峰羊肉 还有三倍的铁锅炖羊肉 终有一种适合的用 为啥我们的坦克都没啪呢 就是适适的羊骨头 这个料是有讲究的 多了就起饭了 大火 外面它封死了 肉的油它就不会放入菜 然后再用中火慢慢焖 正常来讲铁锅炖和汤 它不是很白 但是不会清凉 二十三个小时 这个山羊肉其实就是不肥不瘦的 根据这个开源的爱好 它要出炎汤的就不调 还要吃什么样的剥的肉 就能切进去 它的肉质很细腻的 所以味道还有点甜湿湿的味道 食材后 食材后 高端的食材都用简单的烹饪方法 其实做的炖热也是一样的 第一主要就是 善北特有的叫红虫 这个虫的辛辣味比较重 比羊虫的味道还要重 剥开以后里面是白的 然后外面是红颜色的 用这个以后 虫做出的羊肉更香 羊吃的草里面 一个叫低脚的植物 低脚以学名叫贝利香 就是吃这个低脚以后 羊肉可以说没有善味 再加上做炖羊肉的时候 我们还要用到白利香 那炖出来肉里面自然带香味 还有低脚包好以后清洗一遍 把里面的泥撒洗干净 做法很简单 就是把羊肉清洗干净 炖出来的糖就稳稳昏 放到铁锅里面 加上水 水就摸过羊肉就可以了 千万不能把肉炒一遍 不炒水就是为了保持原汁原味 等羊肉的浮沫上来以后 把浮沫大掉 这个时候就把低脚 花椒 辣椒 红葱 生姜 盐 全部放进去 但是如果用电盐去做羊肉的话 会破坏羊肉的咸味 吃钱没有那么咸 也没那么香 所以用这么多大盐 就是粗盐 把里面留给了打个颜色 调效果 都用上一个半小时 到两小时之间 柔兰自然香 过半小时以后 羊肉的香味就出来了 在炖制过程中 浇上两边 肉里面的油脂 一慢慢粉溅出来 羊肉就更香 炖出来的肉也更入味 肉脂 软爛 稀泥 味道咸味 糖香味浓 没有任何善味 特别是羊排 请先拿着一辣 骨头就掉下来了 肉也爛了 然后吃起来特别香 吃完羊肉以后 不是还有一点热点糖 再煮点菜 煮点面 那个味道不要提了 你知道吗 太香了 本地山羊肉 肉脂好 三味少 羊肉一碗就用水泡 三到四个小时 要去除它的血水 先用大火 什么叫大三道以上 汤味更选美 鸿鱼 通常羊肉里面 中草药加香料 一共有二十多种 还加了一种 很特别的 就是干活香 蒸香 去腥 所以说我们这个羊肉 吃起来就一点都不腥 然后还很香 炮汤打了之后 就加入香料 然后就改用中火 或者小火 慢慢炸制 里面加出来的酱料 就是为了增加它的酱香味 这个羊肉的太炭 它就是红汤 很多人在心目中 羊肉只有清汤一种 红汤 味道它都是加在汤里面了 不用打蘸料 红油是很关键 就是用猪蟀的酒 然后加上海椒面 所以那种颜色很红的 但是又不是很辣的那种 因为这个碗碗羊肉 要喝多点和汤 太辣的话 就接受不了 这个羊肉 等三个多小时后 凉了以后又切成薄片 羊血也是能够加的一大特色 可以直接夹到碗碗羊肉里面 也可以动手 用泡椒肉 当开成店的时候 就把切好的羊肉和羊炸 放到烧机里面 把它烫在 碗碟就用芹菜和香菜 铺底 加上泡椒 放少许的花椒和味精 这碗羊肉里面是 又有羊肉 又有羊炸 还有羊血 金黄金黄的 油是红凉红凉的 底味很足 味道很选 你喝一口 你下去把味脸给你打开